不喜欢 还是 不愿意 自打小秘书被绑架受伤 霸总开启全方位无死角 24小时护肤模式 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小秘书人身安全 并方便贴身照顾病患 但实际上霸总也有他的私心 他喜欢这人 他要展开猛烈追求了 然而霸总毕竟没有追过人 出手太用力 小秘书直接背下的瑟瑟发抖 真心承受不来啊 你觉不觉得有时候我们的距离太 近了 不好 不喜欢 还是 不愿意 那个 你明明是公司最高领导人 他能够还是保持一点距离比较好 毕竟公司人多嘴杂嘛 就这样对你也好 如果 我觉得还好呢 老鼠被毛丢上 是这种感觉 你该是闹手还得 老鼠原 你千万不要当真 你躲得掉吗 老鼠原 你怎么可以就这样被吃掉 霸总那就不是轻易认输的主 虽然经验不足 他可以改 但是近距离接触 必定是王道 于是霸总开启厚脸皮模式 赖在小秘书家不肯走了 总经理 你怎么都没准备就要睡这了 穿你的 用你的 有什么问题吗 可怜的小秘书 直到第二天醒来 都觉得是幻觉 一定是睁眼的方式不对 等他反应过来 吓得赶紧坐起 掩护重要部位 霸总发现自己的衬衫 被小秘书洗得干干净净 还被好好地挂着 心里甭提都开心了 嘴上还想故意逗逗小秘书 还是平底摔虽迟弹道 俩人这姿势 怎么看都不太清白吧 霸总也不想把人欺负得太狠 吓跑了就不好玩了 只是不经意地预约了下次 小秘书当场崩溃 怎么还有下次啊 谁来救救他 下次来的时候还可以换 下次 对啊 有什么问题 哇